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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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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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数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在这里把粉类都过筛进去 那这边呢 我们需要加入1匙的苏打粉 苏打粉呢 它会跟酸性的物质起化学反应 所以就是可以倒成蓬松的方法 接着我们加入3匙的可可粉 其实红丝绒呢 它的红色是来自可可豆里面的花青素 它跟酸性物质做化学作用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变成红色的 很神奇吧 不过呢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可可粉都是在加工过的 可以保存的更久 所以呢 我们会需要加入一点点红色的色素 会让这个红丝绒看起来更红 所以呢 我这边有在另外加天然的红色色素 就是甜菜一根的汁 我们分次把糖加进去蛋白里面打到湿性放 好 蛋白呢 打到这样子 不会倒下来 不会倒下来 硬性发泡着这样子 很硬挺就可以咯 接着我们把这个一半的蛋白霜加进去 先拌一拌一拌 用切拌的方式喔 才不会很快消泡 这个时候呢 烤箱就要先预热了 差不多到腰到太满了 因为等下会膨胀 剔着宽了 就要加上铃银子 再加上鱼 这些小鱼 就会切成小鱼 沸腌 再加小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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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小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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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就是今天的紅絲絨蛋糕 好,那歌手的線索就在紅絲絨這三個字裡面喔 大家可以從紅絲絨開始找 也可以從貝爾剛剛唱的歌詞裡面尋找喔 Blue Velvet 貝爾就在這裡祝福大家 今天節快樂 Happy Valentine's Day 我要來吃了 我們來試吃吃 上面的水果有點多 蛋糕跟草莓就是最好的組合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歡迎在下面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貝爾創作的動力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大家還喜歡今天的節目嗎 記得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留言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會有更多的節目陸續推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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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鈴鐺 黑魔拙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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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